拿起回收物品或是家中的锅碗瓢盆 跟着指导老师的节奏 长辈开始舞时又打鼓 用了身边几项简单的道具 就可以来做表演 大家是感到新鲜有趣 今天来这里边教那个浪塞的活动 我们大家玩得很高兴 担担啦 担过的孤零关了啦 有点人很高兴 我第一次的人塞 就叫塞尾 大哥他是往前走 我就往前走 他退后我就跟着退后 透过云林县政府社区小旗舰家族计划 由经验丰富的社区来带领刚成立的社区 就像母鸡带领小鸡一样 这次爸的社区也来到轮丰社区 透过简单又缺位的舞室 让长辈们可以来玩耍 同时又促进身心健康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轮丰社区 来带动朗塞 朗塞充满着喜气 那我们利用平常 日常生活的拼拼罐罐 还有国企的回收旗杆 来做敲打的动作 大家都很开心 而且这个简单易学 巴德来讲他们是已经参加过全省的金卓越社区的卓越 已经得到卓越奖 那我们人工社区目前来讲这方面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就参加今年度的我们的小旗舰计划 由我们的巴德社区来带领 带领我们人工社区来 大家共同来营造这个社区人体的进步 朗塞是在社区小旗舰家族计划当中 也有着很好的成绩 每个礼拜丰富的课程 错让长辈可以玩得尽兴 更是让每个社区越来越进步 从今年3月一直到11月 目前也渐渐进入计划的尾声 由我们的巴德社区 可以说我们的小旗舰计划 带领从3月到现在 一路走来几乎每个礼拜都在上课 透过上社区的上课 可以让我们的小旗舰计划更落实 也可以增加社区之间的经验 跟教学的知识 有很多个人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 从这个活动当中 训练大家的团结跟向心力 跟社区的临结力 社区除了是每位长辈来聊天交流的地方 透过丰富又有趣的课程 也让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 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加入社区丰富自己的下半辈子 张伯们第二个春天才正要开始 接下来英明县採访报导